顾锦芝的念头一闪而过 她看了眼顾仪笑着道 张规红亲口承认是她主动闹事的 她笑了笑然后又问顾仪 乙姐儿你跟她很熟吗 没没有 顾仪连忙否认 她娘身子不好 顾儿她时常到我爹爹的药铺 向爹爹讨教些医学 所以见过几次 顾仪强自镇定 她想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叙述 偏偏不经意间会流露出紧张 把她的镇定破坏殆尽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形势并不老了 这种心计让她害怕 所以什么表情都写在脸上 真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 姑母 那个张归宏 她是十月初一生的 所以她特别忌讳人家说 她是三门心 顾仪针定好心绪说的 顾景之脚步微顿 十月初一 那是鬼过年的日子 这个日子出生的人 往往被算命的人说是 极坏的命运 连带着她亲近的人 也会没有好运气 这种说法很恐怖 就像二月二 七月七出生的孩子 也会被这样说 顾仪都知道这件事 应该不少人知道 这些闲话 没人告诉顾景之 所以顾景之不知道 怪不得 图城打不到猎物 怪张归宏呢 这么说来 调试的应该是图城才对 好 我知道了 顾景之对顾仪道 若是真的 我倒重罚了张归宏 轻罚了图城 我会回去查访的 若是查访明白了 会重新处理 你宽心吧 顾仪倒是 不再说什么 她跟着顾景之 回了别院 顾仪没有跟过来吃鸡 而是回了自己那边的厢房 顾景之也回了正院 远远就听到了童童的笑声 肯定又是在和燕山 硬上玩闹 顾景之寄来的时候 童童已经笑倒在燕山怀里 是什么这样开心呢 顾景之也被带得笑了 童童说 她长大了以后要做王爷 像爹一样 然后将个更大的围场 天天去打练 燕山笑着解释 顾景之轻轻捏了捏 捏女儿的脸 道 万一都是男人 你个姑娘家 打什么烈啊 明日回家 我要给你寻个针线师傅 童童吓得脸色微变 她嘟起嘴巴 顾景之上次就让她学针线 她学了一上午 就彻底反感了 沉默抗议了一下 童童说 爹地说 你小时候 也学不好针线 顾景之语色 定是童童上次去抱怨学针线男 朱仲军就把 顾景之小时候 学针线的勇士 告诉了女儿 所以 童童压根就没把 顾景之的话 当一回事 这女儿 太难教了 都是朱仲军的错 顾景之轻轻在童童头上 翘了一下 道 娘还是学会了 你的小衣裳 不是娘给你做的 你也要学 燕山和燕绍在一旁笑 顾景之放过了童童 又问燕绍 今天好玩吗 嗯 燕绍道 娘 我明天还能打猎吗 今天 她什么都没有猎的 因为童童 剑发的乱七八糟的 每次 她们都差点追到猎物 就被童童给赶跑了 明天不行啊 顾景之笑道 明天 要放猛兽 还有些没有驯化过 从山里捉来养了几个月 都很猛烈 等你像大哥那么大 才可以去 燕绍 嗷了一声 没有再纠缠 顾景之的几个孩子里 燕绍的性格 是最中和的 论聪明 她不及阴影 论勤奋好学 她不及阴山 论顽略 她远输通通 她中规中矩 到了七岁 开始跟着师父启蒙 既习武强身 又读书十字 不管是习武 还是读书 她都不出色 她身体好 不哭不闹的 几个孩子里 她最不需要操心 顾景之轻轻摸了摸 燕绍的头 晚上的时辰 朱仲军和燕颖 还没有回来 玩了一天 彤彤和燕绍困了 两人先去睡了 燕山陪着顾景之聊天 顾景之有点担心 朱仲军和燕颖 就和燕山说 说要来打围的时候 你爹对和燕颖最积极了 咱们刚到这里 他们俩却走了 这大半天都不回来 到底是什么事啊 燕山摇摇头 她也有点担心 娘 要不我回去看看吧 燕山道 顾景之不同意 他们都是大人 又不会走丢 总归是有事 耽误了 你还是留在这里吧 帮我照顾彤彤 你爹爹和燕颖也不在 我管不住她 她两世一共养过六个孩子 从来没有孩子 像彤彤这样顽皮 彤彤不仅仅爱玩 还古灵精怪的 都是朱仲军教她的 所以她狡猾死了 睡得时时看着她 在家里还好 出来 顾景之就管不住彤彤了 她需要燕山帮忙 好 燕山提到妹妹 忍不住笑 有什么好笑的 顾景之抱怨 你们都宠她 以后她可怎么办 一点姑娘家的样子都没有 燕山则道 彤彤这样好玩 娘 姑娘样到底是什么样 我觉得彤彤这样最好了 顾景之无语 顾景之 着实不想再跟燕山说 彤彤了 燕山 你知道张归宏吗 顾景之想到了张归宏的事 问儿子 燕山点点头 笑道 嗯 她娘身体不好 她爹让她去考学 她不去 她说 以后跟她爹一样 在王府做事 上次她还问我 以后能不能做我的管事 我说好啊 你这样的学问考个状元 也是可以的 你给我做管事 只要你不觉得驱惨 将来你就是总管事 这个顾景之倒不知道 孩子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 她人品如何 顾景之又问 很仗义 她看着有点闷 性格可烈了 燕山笑道 娘 您今日怎么进说她呢 下午 张归宏和图长打架的时候 燕山正在带着童童玩 她不知道 顾景之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燕山听了 并不惊诧 道 张归宏很在乎旁人这样说的 她娘生她的时候难产 后来就一直身体不好 旁人就说是因为她 她很是忌讳 顾景之不由得一笑 你好似挺喜欢她 嗯 燕山道 将来若是她能帮我 我也省心些 顾景之又笑 孩子们真的是大了 她游记燕山生下来那小小的模样 仿佛是昨日 快到二根谷的时候 朱仲军和燕影终于回来了 父子俩风尘仆仆的 顾景之迎了他们 问 晚餐用过了吗 还没 燕影道 然后就问 彤彤呢 放了一天 困了 顾景之笑道 她还射了只山鸡 燕影目露惊喜 她的剑是我教的 燕山就在一旁笑 并不说话 彤彤的那只山鸡 其实是燕山帮她射的 但是 见燕影很开心的样子 燕山也不跌破 燕山虽然才长燕影两岁 却像父亲一样 疼爱燕影和燕上 彤彤 处处让着他们 我去看看彤彤 燕影转身就跑了 也不顾顾景之在身后喊她 等燕影跑出去 顾景之问朱仲军 你们父子俩去做什么了 说好了来打围 你们反而不见了 朱仲军看了眼长子燕山 见燕山要起身走 他走到了燕山身边 摁了按燕山的肩膀 让他坐下 这才道 经理来了贵客 我和燕影回了趟王府 接待了一下 他声音很轻 徐青把晋王送来了 徐青是顾景之朋友 江欣的丈夫 已经被封了申国公 对先皇忠心耿耿 顾景之和燕山都表情微变 爹 经理已经容不下晋王了吗 燕山道 若是朝廷知道晋王在咱们家 会牵连咱们的吧 燕山把家庭看得比较重 他不喜欢风险 他这个性格很像顾景之 朱仲军笑了笑的 在时没有人知道 燕山脸上就有几分焦虑 顾景之没有说话 屋子里沉默了一下 顾景之对儿子道 燕山 你回去歇下吧 我们也要歇了 燕山直得出去了 等燕山走了 顾景之才问朱仲军 经理又怎么了 他们离京之五年多 经理发生了很多事 顾景之的大伯 从顾景之一家人离京后 他就不再上朝 在家闭门修书 把前朝史书给修了一遍 皇帝也装作不知道 只当顾炎涛生病 元玉叶暂代首府 他那时候不过三十二岁 像他这么年轻的宰相 前无古人 元玉叶是非常高兴的 他也勤勤恳恳做事 辅佐皇帝 可是这么暂代 就一直暂代了五年多 皇帝没有再说 隔去顾炎涛首府的话 朱仲军知道这件事 跟顾景之说 皇帝叫元玉叶辅佐他 就提防元玉叶 所以顾炎涛如今 虽然五年不上场 他的党羽被斩杀得差不多 他还是占了首府之位 皇帝还定期叫人看望他 给他用药品 只当他是在养病 元玉叶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朱仲军回答顾景之 颜平大公主的驸马 站了明天 打死了人 告到了经理 元玉叶查这件事 说颜平大公主 和驸马要谋反 颜平大公主 就是当年的二公主 苏平的女儿 顾景之眉头猝了起来 元玉叶 他要做什么 顾景之问 晋王从封地逃到卢州 自然是有大事的 他要连坐 他不仅仅查到了 颜平大公主 和驸马谋反 查下去 就查到了 永淳大公主 是同谋 晋王是永淳大公主的弟弟 他派人去晋王的封地 拿晋王 要将晋王下狱 申国公知道 这件事 不是深渊就能解决的 晋王回京 只有死留一条了 他提前得到了消息 就去晋王的封地 把晋王带到了我这里 朱仲军的